欢迎来到本集的剧推时间 这次有不少话题还有质量都兼备的好剧哦 题材丰富啊 而且制作精良 我们马上就来看看吧 不可杀两颗星 讲述前世今生以及不死鬼物的奇幻故事 在特效以及音乐方面呢 是很不错的制作 但剧情非常的脱戏 而且一个单纯的前世今生故事线 却搞得非常迂回复杂 剪辑呢也没有替剧情加到分数 让人一直有一种物理看花的感觉 Bad and Crazy 三颗星 由李洞旭和魏何俊两大男生主演 前半段的剧情呢 真的是相当精彩又有趣 以一个隐晦的方式演绎双重人格的状态 而且也很快就破题进入故事主线 但从中段开始呢 故事内容就偏向平淡 让人看得有点骑不起劲虎头蛇尾的 有点惋惜啊 知一山三颗星 开播前呢非常受到注目的一部 不管是演员还是编剧知名度都非常高 因此很多人都相当期待 殊不知呢虽然题材特别 其中的每一个登山小故事也都还不错 但其中灵魂出销的主角设定让人非常难入戏 剪辑也有点不顺畅 有时候山景的特效啊也是米甲甲的 可惜了这样子的高规格制作 Dr. Brian 3.5颗星 这一部呢一开始让人像在一团迷雾中看剧 甚至有时候有点沉闷到 差点整个睡过去 但随着男主角一步步抽丝剥茧 会发现很多让人惊奇的安排 看似单纯的主线事件 其实本质是移植脑异式作为故事主轴 喜欢这样子题材的人 推荐有耐心的把这一部看完 3.5颗星 剧景一 由女神李英爱打破形象出演的一部悬疑剧 不走正规的悬疑路线 两位女主角互动交织出来的故事呢 既紧张又带点有趣感 不论是题材还是剧情都还蛮有创意的 可惜整体来说 有时候主角们的性格魅力 没有办法抓住观众的视线 叙事如果能再更顺畅 或许能替这一部增添一些看点 3.5颗星 奇美啦 故事呢 是以追击连续杀人犯 奇美啦为主轴 各式各样的火系杀人方式 还伴随着许多化学知识 看剧呢 还能兼学化学 真的是非常贴心的一部剧啊 整体来说呢 故事算是非常紧凑 看似无关的小案件们呢 最终都导向同样的一个方向 剧本虽然称不上非常非常精彩 但也算是顺畅好看的悬疑剧 3.5颗星 玉石与座仪 由年轻演员们主演的古装剧 整体来说分为轻松有趣 角色各自的个性呢 也都十分鲜明 可惜古装剧就是比较难跳脱框架 而且以暗形玉石作为主题的古装剧 前面已经有不少部了 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说 是稍微让人有点收拾疲软的 不过想看可爱有趣的古装茶案剧的话 还是可以试试哦 3.5颗星 宁静海 演员阵容华丽的网飞大戏 以太空为主题的韩剧呢 目前来说并不多 所以从开拍前呢就受到大家的注目 太空的特效以及太空船 的确让人觉得新奇又吸睛 不过剧情主线并没有什么 特别让人惊艳的部分 如果喜欢其中的演员的话 还是可以来看看他们如何在 太空困境中生存 这一部可以说是未BL的题材啊 有女主角女扮男装皇帝贯穿整部剧 以古装剧来说算是挺调味的题材啊 女主角的演技也在男生女生之间的心境转换 可以说是十分精彩 虽然这样的设定在古装剧中还是稍微难让人入戏 但还是不失为一部值得一看的浪漫古装剧 近年来最火爆的古装剧非衣袖莫属啦 在开播前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关注度 但却以黑马自知 让剧中主演们都爆红了一轮 尤其是演技绝佳的男主角李君浩 在饰演王世子到成为皇帝的路上 不论是在爱情方面还是政治斗争的部分 都让人有跟着角色一起成长的感觉 虽然我个人没有到极致的喜欢这一部 但绝对是近年来最值得一看的古装剧 僵尸校园四颗星 枉飞爆款又一部啊 韩曼改编的惊悚校园剧 在这一波呢也捧红了其中的年轻演员们 剧情主角就像剧名一样 是活尸在校园满天飞的状况 看学生们在学校中如何奋斗 躲避活尸的攻击 其中呢当然也包含不少人性的展现 尽管有一些bug的地方 精彩刺激程度还是非常值得一看哦 某一天4.5块星 由金秀贤主演的悬疑剧 剧情非常引人入胜之外呢 透过演员们的演技引导 你除了感受到男主角的深层愿望与无助 到后来连观众们都会开始怀起 主角是不是真的非常累呢 法庭上的攻防以及牢狱中的事件 也是精彩无比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 一旦涉爱究竟心境以及周围环境 会有怎么样的改变 必须要大力大力推荐这部绝无冷场的悬疑好剧 同样呢是以活尸为主题的剧 把故事整体放在被封锁的一栋公寓中 其中的活尸呢也不同以往横冲直撞 而是可以以人的状态隐藏在人群中 因此这部每一个角色的人性展现就非常精彩 看公寓中的人们如何从冷静状态中 演变成不择手段 自私抢梁甚至推人去送死的情境 男女主角呢也不负众望的帅气 让人就算在解功绝望的情况下 还是能期待着他们身上带有的希望之光 这一回要推荐的是网菲出品的少年法庭 主轴是探讨非常敏感的少年犯罪一题 主要讲述啊 法官们如果遇到不知反省的少年犯的时候呢 究竟应该用严厉制罪的心态呢 还是感知教化的这个方式来审理这些案件呢 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具有探讨价值的优秀题材 精彩台词发人省思 关于少年犯罪呢已经是非常多年无解的议题 这一部透过每个不同的案件 将想要传达的信息丢给观众 去引发更多的自主思考 我们在跟着主角离清案件真相的同时 是不是也能看到这些犯罪背后的成因 或是这些犯罪带来的省思呢 真实案件触动内心 以真实犯罪案件改变的剧通常都会带有一点心痛感 大家没办法遗忘案件带来的疼痛 所以选择一再地将这样的悲剧呈现出来 希望能带给世人更多反省自我 以及警示自身的效应 尽管心痛大家还是把这样的事件放在心上 希望这个社会不要重蹈覆彻了类似的悲剧 故事紧凑情境生成 结合前面提到的真实案件和台词的部分 让整个故事不止紧凑 还每每带给观众不同的感触 演员的性格设定呢 还有演技也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事件对应方式 每个法官都有自己的一套审案逻辑和原则 究竟每次的审判都是对的吗 没有绝对的答案 所以尽管是法官 也要透过每一次的审判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作为 才能让自己也让这个社会成就更好的世界 少年犯罪问题呢 其实在每个国家都是还蛮值得探讨的问题 那这部剧透过真实事件的改编啊 让大家更能去审思这方面的司法困境还有现况 希望每个人呢 身为社会的一份子都能好好的去思考这样的议题 我接下来再看的剧还有 Ghost Doctor 社内相亲 均检察官多伯曼 Grade 2521 气象厅的人们 39 Tracer 读懂恶之心的人们 这一阵子的好剧呢真的还蛮多的 有温馨复古啊 也有轻松搞笑 那当然也少不了沉重的犯罪议题啦 我个人最推荐结合极剑运动 然后清新可爱的2521 还有跟着国税局爽快追剧的Tracer 这两部都带来非常棒的新鲜感 很值得大家一起看爆 以上就是这一季的韩剧推荐啦 好剧不间断 各个串流平台呢都有非常好的韩剧上线哦 如果你有其他的推荐或是对内容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欢迎留言给我哦 也别忘记要罢了我们的IG 那我们就推剧上次见啦 Bye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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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